像是被一种刀清黑来的一样 对啊 你好厉害 切开来看就是那样子 透过可爱的插图和文字 不分年龄都能一眼认识病毒 我觉得它内容比较活泼 它用的词也比较简单 觉得比较轻松 没有那么严肃 这里面写的都还蛮清楚的 跟小朋友跟家人分享 应该都很容易看得懂 新冠肺炎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此季大学校长刘怡君 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绘本创作 完成这本新冠病毒大解密 其实病毒学的知识 一般的民众并不是很容易能够了解 所以就想说 那是不是把它化成 更容易懂得绘本的形式 新冠病毒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那还有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怎么样预防这个病毒的入侵 绘本把科学变得更平易近人 轻松学习防疫正确知识 不再对病毒感到恐惧 但选荒蒙金钟江波华联报道 有点好 我们下期再见